我们的夏立言副主席目前正在江西参加干台论坛 然后接下来他要继续到贵州参加前台会 所谓的前台论坛前台会 而我们的秘书长即将也要到山东 他目前可能在下面 他即将也要到山东参加鲁台会 就是鲁台的相关论坛 这些重要的论坛还有接下来各地方 这些都是我们台商非常重要的平台 也是作为两岸之间交流很重要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各种的平台 能够协助我们的台商我们的台生我们的台胞 解决问题创造更多未来他们商业上面的利基 这些都是我们国民党持续在做的 我相信民进党一定还是充满恶意的批评 但是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 不管对美关系 不管培养案关系 国民党都是在稳健当中求取中华民国 求取台湾人民最大的利益